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好底线 好运自然会来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鼠蛇人在2024年的综合运势 鼠蛇人明年面临的运势充满了挑战和阻碍 需要特别留意的禁忌事项有许多 在互助底线的同时 他们必须努力应对各种不利的情况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让人沮丧呢 不过别担心 只要保持冷静和乐观的心态 鼠蛇人还是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并取得自己期望的成果 爱情运势 鼠蛇人明年可能会遭遇不少挫折 他们需要慎重选择伴侣 避免轻易被貌似美好的外表所迷惑 此外 保持理智和冷静 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底线 方能在感情中避免受伤 如果你已经有了稳定的另一半 那么你要注意维护和谐的关系 避免与对方之间的争吵和冲突 在与爱人相处的过程中 要更加体贴和关心 以增进彼此间的情感纽带 财富运 鼠蛇人需要更加谨慎管理金钱 他们需要避免投资风险过高的项目 以防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此外 要精打细算 避免不必要的开支 保持稳健的财务状况 才能有效地带来财运 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那么你可以尝试一些创新和创业的机会 但要做好充分的调查和准备 并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建议 事业运 明年对鼠蛇人来说 是一个关键的一年 鼠蛇人需要时刻警惕身边的竞争对手 避免被他人打压或陷害 谨慎选择合作伙伴 不要对陌生人过于信任 这样才能避免企业合作遇到风险 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和水平 那么你可以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机会 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通过不断学习 你可以在职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健康运 鼠蛇人明年需要格外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 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带来身体上的后果 因此要注意合理的饮食搭配和适当的运动 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 如果你有任何不适或疾病的迹象 那么你要及时就医 不要拖延或忽视 此外 你还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避免过度的压力和负面的情绪 这样才能保持身心的平衡 人际关系情况 家庭和睦是鼠蛇人明年不容忽视的重点 他们需要维护和谐的家庭氛围 避免与家人之间的争吵和冲突 在与亲人相处的过程中 要更加体贴和关心 以增进彼此间的情感纽带 如果你有孩子或者老人需要照顾 那么你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 如果你有机会回到自己的故乡 或者探望远方的亲友 那么你要抓住这个机会 增进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鼠蛇人明年要特别小心社交圈子 避免与不良朋友交往 以确保自己的生育和形象不受损害 此外 在与他人的接触中 要保持适度的距离和谨慎的态度 避免陷入是非之中 如果你想结交一些新朋友 或者拓展自己的人脉网络 那么你可以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交活动 或者志愿服务 以展现自己的正面形象和品格 鼠蛇人情绪管理情况 鼠蛇人需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 他们可能面临一些挫折和压力 但要保持冷静和乐观的心态 建立积极的心理抗压能力 有助于应对困难和磨难 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如果你感到情绪低落或者沮丧 那么你可以寻求一些有效的释放方式 比如倾诉 娱乐 旅行等等 同时 你还可以寻求一些正能量的来源 比如阅读 音乐 艺术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 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给鼠蛇人 首先 要保持冷静和乐观的心态 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其次 合理规划时间 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 最后 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与正能量的朋友和合作伙伴保持联系 总结起来 明年对鼠蛇人来说 可能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一年 但只要保持底线 在不断努力和学习中 他们还是能够度过这个困难的时期 并取得自己期望的成果 让我们一起为鼠蛇人送上祝福 共同传播正能量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 请您点击观看和订阅 基伏积德基才 您的支持是我传播正能量的最大动力 点赞转发评论收藏这篇文章 让我们一起传播正能量 在评论区留下一句 接财接福接好运 顺风顺水事事顺 给自己或者家人迎接好运吧